回禀陛下 只怕日后殊荣妃 不能生育 如何 殊荣妃的身体恢复得如何 回禀陛下 殊荣妃体质本就偏寒 又喝了不少良药 上回 又犯了崩漏之症 玉体毅然受损 受损 如何受损 若再无良方 继续僵持下去 只怕日后 你别吞吞吐吐的 只怕日后什么 陛下请息怒 陛下 奴婢们还是暂时退避一下吧 说吧 说吧 回禀陛下 只怕日后殊荣妃 不能生育 再无声誉的可能 臣已经尽力 以官员上下 把方子都找了一遍 只是 并无多大进展 但臣定然竭尽全力 为舒荣妃再寻良放 多谢礼仪 臣告退 陛下 陛下前几日 不是说帮臣妾去寻匹马吗 现在那匹马寻到了吗 寻到了 寻到了 这 帮你寻了一匹一岁半的瓶马 性格温顺 是笔好吗 抛起来的时候 宗夏出红汗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 臣妾从小就有这手脚冰凉的毛病 不用担心的 日后或许再也不能生育了 你冤吗 在住年 我父王的后宫 有二十多个公妃 得不到封告的女人 不胜其数 子女原薄的人 大有人在 如果今后 我再也不能生育了 那也就是说我没这方面的福分 谈不上什么院队 你别听他们的 正最清楚了 这帮医官院的人 他们就喜欢把小病说成大病 把大病说成不治之争 他们就是在推卸责任 在保全自己的名上 保全自己的性命 你千万别听他们的 朕一定会治好你 我治好你的 我治好 Odin 那个 人 今 的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